杨将 突然冷落你的人 一定跟另外一个人有关系 他在冷落你的同时 正在捂热别人 这是真相 你别不信 也不要去问为什么 因为你得到的全是借口 爱情使人忘记时间 时间也使人忘记爱情 他之所以冷落你 是因为你在他心中已经没有位置了 你已经成为他生命中不重要的人 人家已经走出了原点 你还傻傻地待在原地 对你忽冷忽热 不理不睬 充满不屑 是想逼你离开 就像当你想换新手机的时候 就会觉得就手机哪里都不好 其实 人与人之间不管是什么关系 没有沟通就没有延续 没有联系就没有来往了 沉默不语就是疏远的开始 一个不问 一个不说 或者是一个问得尴尬 一个答得敷衍 很多关系就在沉默中走到了终点 真正的心寒 不是大哭大闹 真正的失望 也不是泪流满面 而是彼此不愿主动 不想谈心 我的话 你平淡冷漠 你的事 我也不再过问 有一种伤害叫忽冷忽热 有一种失望叫心知肚明 如果对方非要选择离开 那你就不如放手 他不理你时 你也不要去打扰 他冷落你 你也要慢慢地冷落 习惯他的陪伴 也习惯没有他的孤单 这世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尊严和底线 人和人的关系都是相互的 你拿冰来冷我 我也不可能拿糖去哄你 你有你的目的 我也会有我的想法 当缘分走到了终点 情分被消耗殆尽 在这人生的岔口 不如就各自散了吧 保留住最后的一份体面 让往事随风 让回忆删除 让所有的一切归零 佛说 你所有失去的东西 其实从未曾真正地属于你 不必惋惜 更不必追讨 生命本来的面目就是从无到有 从有到无 能努力拿起 也能悄悄放下 允许美丽绽放 也允许无声消逝 所有的命运都是如此 不要让太多的昨天 占据你的今天 你所经历的一切都是偶然 也都是必然 无论遇见谁 他都是你生命中该出现的人 他的到来一定是为了教会你什么 对的人兜兜转转还是会相遇 错的人晃晃悠悠终会走散 只要你的脚还在地面上 就不要把自己看得太轻 该分别的时候就分别吧 其实一辈子也没那么长 珍惜下一场缘分 重视下一场相逢吧 见过一朵花开 你就感受过它的美丽 闻过一朵花香 就体验过心情的愉悦 经历蒙蒙细雨 就品尝到夏日的清新 你与他人的相逢 我想亦是如此 这烟火人间 缘分来时犹如花开 缘分去时犹如花落 花开有须余 一言也万年 人生一场修行 缘分皆看造化 唯愿余生 万事随缘 来去如风 花见花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